他们还说中国一带一路造成了债务陷阱 所谓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一带一路伙伴国家认可 所谓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的说法 美国才是债务陷阱的真正制造者 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 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 恶意做空等行径 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 对有关国家落入债务陷阱 更是难辞其咎 关于西国集团提出的新倡议 中方始终欢迎一切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 我们认为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彼此取代的问题 但我们反对 打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 推进地缘政治算计 抹黑 污蔑 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行 我也注意到 一年前 同样是在七国集团峰会上 美方提出重建更好世界倡议 承诺推进有别于一带一路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 不论是重建更好世界倡议 还是别的什么倡议 国际社会希望看到的是真金白银 和实实在在造福于人民的项目 感谢观看